好 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这一个 好 一名网友表示啊 他最近呢 去领包裹的时候 就看到警卫大哥穿着的是知名的万元筹鞋 那原po呢 就和这个警卫大哥稍微聊了一下 才发现啊 对方曾经在高级管理阶层工作 退休后喜欢骑重机 那加上呢 也是社区的业主 才会来当警卫来赚一点重机的油钱 那不少网友看到的po文 也跟着来分享身边警卫大哥 口袋很深的故事哦 有一个人就说呢 上次啊 警卫是开着马萨拉蒂出来 还有人说他认识好几个 都是退休军官领终身奉的 那警卫只是加减 赚点钱 打发时间 好 那这里我们要看到啊 这个是准妈妈们啊 为了要确保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那怀孕期间通常就是会去安排 照超音波来检查一下嘛 观察胎儿的性别啊 还有他生长的情况 那有一名准妈妈就表示 发文分享胎儿的超音波照 他说直呼 他联想到的是咸蛋超人 从原po分享的照片中 直接拿这个胎儿一次 就把他的双手放在眼睛附近 那导致整体看起来 真的很像咸蛋超人 那逗趣的模样 也让原po是哭笑不得 他说为什么我的超音波 会长成这样啦 那再来我们看到啊 这是台北一名爸爸 他是发文跟网友来求救咯 他说他帮忙了国小三年级的儿子 来算数学作业 但是遇到了一题哦 我们一起来看说呢 致命把126条鱼 每9条绑成一串 那最后卖掉了23串之后 还剩下几串呢 结果啊让父子俩很崩溃啊 因为怎么算都算不出答案呢 那照片呢一po网呢 马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那有网友就直接解答了 他说应该是老师给的原题目出错了 应该是1260条鱼 否则啊怎么算都只有14串而已 那爸爸事后看到网友的反应也笑歪啊 并且呢他有来更新来回一下 他说和老师确认过之后 得到证实是题目不小心出错了 已经更改了